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掌跌密碼 今天台北股是開低震盪 中場市下跌18點 收在14981點 存交量能是1788億元 那今天盤是怎麼做解析呢 我們現場為你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歡迎到是大宇國際投顧 張宇明分析師張老師好 田俊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 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官員掌握 趕快問您先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 台股今天是拉回修正 跌了18點 這一波上漲13天 漲了1053 前面的下跌是4700點 9點就4700點 跌得非常深 當然這個行情 最近即將有點要轉弱的感覺 一旦轉弱 這個反彈就結束了 就開始要做下一波的 底部的一個探測 所以操作上一定要非常小心 接下來這兩三天是關鍵 所以你要注意掌握這個消息 我們看今天的新聞之一 勞退基金 勞動基金 虧了4000億 上半年虧了4000億 把去年賺的錢全部賠光了 當我們看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說真的也是很驚訝 勞動基金不是我們的錢嗎 對啊 這是我們的錢 上半年賺的錢全部都賠光了 你看多可惜 那為什麼會這樣賠 說真的這些基金也好 這些政府的基金 勞動 勞退 退福等等 這些基金都是跟我們相關的基金 這些操作的基金經理人 他本身一定用保守性的操作 你這政府的錢 大家的錢 你可以賺少一點 你不能賠 賠會被罵死 但是你發現一不小心跌下來 雖然他這麼保守操作 一不小心跌下來 這樣跟你虧了4000億 對不對 賠那麼多錢 把去年賺的都賠光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今天就把這個原因跟大家說明 由哪幾檔股票帶動這個沙盤的 帶動這些基金的淨值 這個虧損的 我們大家看說明 來 有些人會看雜誌去買股票 他會跟你說 他要把評選 對上市公司做評選 把最好的公司挑出來 讓你能夠安心能夠買長線 有嗎 有嗎 有安心嗎 來 他選出了什麼股票 最好的一檔 公司治理第一名 聯發科 最強的公司的 聯發科第一名 最強的第一名 結果呢 結果2022年上半年 跌了50% 第一名跌50% 有什麼用 所以挑出來公司治理最好的 也沒有用 你買進去照樣賠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台積電 聯發科 台積電 最好的公司出來 結果你去買的 基金去買的 一樣賠了一屁股 所以做這些股票 你看這些雜誌 說真的100多塊 你看一看就笑一笑就算了 你要靠那個來賺錢 很痛苦 很難 好不好 來 聯發科這一波總共跌超過5成 跌得非常非常的深 高點1215 跌到597 跌幅超過5成 那我們就這樣跌了 將一兆的市值 當然是對很多買錯的人 一定會傷得非常非常的重 我們看一下 之前一大堆利多新聞 都在講聯發科 看都看不完 好消息一大堆 但是最後股價跌5成 所以你看報紙是沒有用 我已經跟你講很多次的 只是你不相信 因為你也沒有第二個方法 你就是這一招 你就只會看報紙而已 那我跟你講看報紙沒有用 你又不相信 不相信最後你就拿你的錢 出來學教訓 那這個也沒辦法 你不對的方法 我跟你講你不聽 你最後就是把你的錢 拿來貢獻 好 這是3S7的新聞 聯發科大灣配息73塊 殖利率8% 我這邊有寫 殖利率8% 看到這個殖利率 說真的 我真的有好多故事要跟大家講 因為常常聽投資人講話 像最近有一個住 大台北華城的一個老師 他說他有退休金300萬 買錯了很多股票 跟錯很多人 現在不到30萬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很多 老師 其實張老師 我是很 我也沒有什麼 人生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奢求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欲望 如果有我就不是當老師了 那我只希望能夠平穩的過生活 校長跟我說 你這個利息太低了 你不能把錢放在那裡沒有用 你要拿出來投資 結果他就去投資 買的都是相對比較保守穩健的股票 結果沒想到賠了90% 當然也跟錯很多人 買了鋼鐵股 買了一大堆 都是他覺得也不錯了 老師叫他也覺得很認同的 看到報紙利多 其實很多老師是讀報生 看到報紙利多 待會兒買股票 他就只會這招而已 最後他300萬賠下30萬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他說每天早上就念佛 他也儒術很久了 每天就是念佛 吃災念佛 他說沒想到他這樣 也是虧了一屁股 他也覺得他是一個很保守 也沒有太多欲望的人 他怎麼賠成這樣 股市就是這樣 只是你還沒搞清楚而已 所以當你看到說 這個連發哥本身又是 票選第一名 治理工是最好的 又配息73塊 歷史最高的配息 又殖利率有8% 那如果你看這個去買 你就剩下了 懂我意思嗎 你為了這8% 投資朋友 我說到上個禮拜五 賠24% 你8%沒有賺到 就倒賠24% 想要賺8%的人 他是很貪心的人 不會 就是相對保守的人 就沒想到進去倒賠24% 8%沒賺到 賠24% 很可憐 林發哥高殖利加持 一大堆新聞 4月12 他都跟你講 他有高殖利率 不是嗎 全台灣投股市場 只有一個人跟你說 殖利率是騙你的 沒有這種東西 就是我 可是我講很多人不相信 那如果是對的 為什麼別人都不講 只有張一鳴你在講 對啊 全台灣老師 為什麼只有你在講 那別人都不懂 只有你懂 這樣講 我不曉得講什麼 那問題 那你覺得我講錯嗎 我也懸賞過 如果你有賺8%殖利的方法 你來告訴我 你把方法告訴我就可以 我送你1000萬 懸賞1000萬 到現在沒有人來領 如果有 那你趕快來領1000萬 你也不用做股票 你馬上就賺1000萬 那多好啊 可是沒有人來領 到現在沒有人來領 因為沒有這種方法 懂得是嗎 好不好 好 今天的新聞 禮拜六 禮拜天的新聞 聯發科 第二季 EPS 22 漂亮耶 創新高 EPS這麼高 可是股價跌五成 股價跌五成 那請問你要相信哪一個 你要相信他 EPS 22 創新高 還是相信股價跌五成 那哪一個是真的 股價跌五成 EPS 22 創新高 股價跌五成 哪一個是真的 我跟你講兩個都是真的 兩個都是真的 股價怎麼樣 跌五成 EPS 22 創新高 那兩個都是真的 可是兩個消息是違背的 股價跌五成 EPS 22 創新高 那怎麼會兩個都真的 對啊 兩個都真的 告訴我們什麼 這兩個沒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們只是眼防親戚而已 那你自己只認為說 他們兩個是一定的 他A他就是A 他B他就是B 他獲利大升 股價就一定要大漲 那你要這樣想 那你就繼續這樣想 我也沒辦法 那繼續繳學費 錢是你的 你就繼續賠 不是嗎 難道你的教訓還不夠嗎 詹愛明已經跟你講過多少次 你看這東西沒有用的 EPS要換什麼 換殖利率 換他的本益比 對不對 換出來最後這個答案是錯的 根本不是這樣 所以詹愛明有沒有跟你講過 這書都出來幾年 他不今天才寫的 你看那些EPS本益比 那是沒有用的 我也不是今天才告訴你 有這本書 這書上也寫的 不是今天印的 印很久了 常常跟你說 綠比的一定是書家 裡面就有個本益比 本益比就是什麼 股價EPS的一個儲 就是本益比 對不對 所以儲起來之後 很簡單 這個就是本益比 讓我沒有跟你講過 這個東西是沒有 你看這個比 本益比 看一個比 看一個率 這就是書家 對不對 股價淨值比 你看這次輪胎金 輪胎金 刷賽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是沒有用的 這樣懂意思嗎 詹愛明有沒有跟你講 為什麼 股票不能用數水算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都不懂 你連這個都不懂 當然你股票市場學會就繳不完 不是嗎 我哪一點說錯了 那只是全市場就沒有人這樣講 就是我這樣講 所以你會很納悶很懷疑 到底在你們講是真的 還是假的 那今天股價證明 我跟你講是真的 你看這個沒有用 不是嗎 那創新高可是股價跌五成 不是嗎 好不好 好 這個可能就比較真了 這同一天的新聞 聯發科的法說 第三季 第四季 營收衰退 都這邊 所以當你看完這個之後 都這邊 告訴我們什麼 它EPS22創歷史新高 可是下第三季 第四季 營收衰退 一個創新高 一個營收衰退 同一天的新聞 哪一個是真的 兩個又是真的 兩個都真的 再配合一個股價跌五成 這個也是真的 那怎麼一回事 答案很簡單 這三個要傳染起來 EPS22創新高 對不對 好 第三季 第四季 營收衰退 這個股價跌五成 這三個都是真的 那真的怎麼會邏輯不通呢 沒有不通 是你不通 不是這個邏輯不通 那邏輯是什麼 股票是買未來 不是買過去 EPS22這是過去的事情 股票不是買過去 股票是買它的未來 未來好不好 當然不是跟你講 在這裡未來不好 股價先跌五成給你看 這樣懂意思了嗎 你要看三名節目才是有用的 你要每天看那些沒有用的節目 當然最後你吸收都是錯誤的觀念 當然最後就賠錢了嘛 所以就短短的利用這五分鐘 會講這個道理 你聽懂了以後你就不會再賠錢了 你至少不會這樣 因為看它獲利很好就要去買 所有的獲利都是過去的事情 跟未來沒有絕對關係 懂意思嗎 好 2022年股市實戰的一個心得 非常重要的 原來沒有殖利率 你要看聯發科8%你也很保守 對不對 你也不是很貪心 你也不投機 最後呢 投資朋友 最後你賠24% 到上個禮拜我算賠24% 所以你說你慘不慘 你看你為了8%殖利率 你是一個很貪心的人嘛 你是投機的人嘛 你一點都不投機 你絕對是保守的人 最後呢 最後你賠24%了投資朋友 那你看你有沒有很慘 那如果你用股價來算高點算下來 你賠五成 天啊那比投機還誇張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殖利率 沒有我跟你講 如果有人來招我領1000萬 我已經懸賞快半年都沒有來領 沒有殖利率這種東西 騙你的啦 懂意思嗎 有沒有股價禁止比 你看南山論太新論太群都知道了 哪有什麼股價禁止比 錯賽了對不對 有沒有存股 投資朋友 今年股價跌那麼深了 你哪一個為了存股 哪一個不賠死了 不是嗎 你存股為了一點點利息 結果股價給你跌三成跌五成 你的利息有幹嘛配你 100塊配你50塊利息嗎 不可能啊 100塊配你3塊5塊利息 結果股價給你跌50塊 你存股有用嗎 你存股都沒有用啦 懂意思嗎 所以股票市場告訴你 今年的下跌告訴你這三件事 這都是真的 所以你不要再執迷不悟了 不然你會股市賠不完 好聯發科跌了五成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來 張愛民你有沒有事先講 有啊 2月16東升的電視畫面 有沒有 這東升電視畫面拍 2月16就講 下午2點12分49秒 IC設計族群轉落了 龍頭就是聯發科嘛 你不聽我有什麼辦法呢 有啊 這公開講的啊 對不對 還有嗎 張愛民提到聯發科的日期 從1月26到7月15 總共講了56次 聯發科轉落了 你可以手機拍照起來 慢慢去對 你找這一天 我跟你講 這天4月8號有獎 你去找 如果沒有 我隨便你 一定有講到聯發科轉落了 你看這麼多次聯發科 跟你提醒 你不聽 你不聽我有什麼辦法呢 好不好 聯發科 張愛民你怎麼知道要轉落了 答案在這裡嘛 高檔資源這麼多賣出訊號 那這不是2月初嗎 對啊 那你去買它你怎麼會賺錢呢 那這一路下來不是空投格局嗎 沒有 然後這裡第一線太短又打下去了 有沒有 沒有錯 第一線放都2、3線又跌破了 又賣出去又出現了 所以這樣一波下來 從這邊 五成啊 你的財產1千萬就剩500了 懂意思嗎 誰買誰倒楣 基金買基金倒楣 勞退買勞退倒楣 有儲買有儲倒楣 誰買誰倒楣 都一樣 最好的公司 治理評鑑第一名股價跌五成 有什麼關係啊 跟評鑑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那只是你搞不清楚 那你就去買就賠了嘛 好不好 好 另外一檔 愛意設計敦泰 大方配息15.7 殖利率13% 哇 嚇死人 聯發科才8% 這個殖利率13% 那比聯發科還多 那如果你看這個去做一例的 剉賽啊 不是嗎 你看這個去買 你找這個去剉賽 你看會不會剉賽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那個沒有用的 什麼殖利率什麼東西啊 有用嗎 有用怎麼會這麼賊 對啊 有用你應該會賺錢 你怎麼買了以後賠了一屁股啊 今天又創破斷地點 不是嗎 所以你看那個都沒有用 絕對沒有用 張愛明跟你講的都是真的有平有趣 那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如果你看我還覺得 張愛明這樣講對你沒有任何幫助 那你就不要再看了 那你看也沒用啊 你喜歡錯誤的那你就繼續錯誤啊 反正錢是你的錢啊 又不是我的錢 你喜歡錯誤之士讓你傷害你自己 那你就繼續啊 我也沒辦法 張愛明跟你講都是正確的 我舉例給你看了 他如果真的這麼好有13% 對啊 4月26啊 今天是4月嗎 今天8月1號了對不對 那經過了三個月 投資朋友 那為什麼股價不能破底 對啊 那你買了你為了殖利13% 你買進去不是 關股價你就賠死了 還有什麼殖利13% 那不是鬼扯嗎 不是嗎 投資朋友我跟你講都是真的 為什麼這樣 哦 原來如此 這是空投格局嘛 買進去到出現 第一線短下面場架構不對嘛 第一線太短代表上檔壓力重嘛 沒幾天又出現賣出去 你就該跑了嘛 懂意思嗎 好 這裡很難得出現啊 幾天的翻多 這裡又要轉落你還是要出啊 懂意思嗎 所以這麼長的時間 投資朋友就這幾天嘛 其他都是不能買嘛 那你去買它當然就賠錢了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愛普 第一季大賺1.5個股本15塊 哦 漂亮哦 愛普大賺這麼多錢 那請問投資朋友 愛普 到底什麼格局 詹敏你不是很喜歡做愛普嗎 對啊 我真的很喜歡做愛普 詹敏你多久沒做愛普了 最近做愛普真的也是錯賽了 你看已經跌七成了 那你想想看 為什麼這樣跌 從625跌到185 如果你買進去 你百萬之70不見了 你一百萬進去 70萬不見了 詹敏你這麼喜歡做愛普 你有沒有在這一段受傷 不好意思 沒有 不好意思 我這一段沒有受傷好不好 不好意思 塞德克巴來講了一句話 這很好看的電影 魏德勝言他說 開場白 好的獵人要懂得安靜的等待 時間也沒有到 機會也沒有到 你急也沒有用 你在那邊亂衝亂衝 沒有用了 懂意思嗎 就像最近這九天 大盤就盤在這裡 你在那邊亂衝有用嗎 這段期間如果每天都會有錢賺 那我跟你講百分之百騙你的 因為只有騙子才能每天都有錢賺 每天都會賺錢 因為買一大堆 總有一檔賺的 買100檔 這檔賺拿出來講 過明天 明天好不容易這檔盤很久 又拉起來賺了 這檔講 其他99檔都不講 賠錢算你倒楣 不能這樣解盤 我在這樣解盤是違背良心的 我也不會這樣解盤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啊 如果你相信騙的 投資朋友 你相信每天都有績效 你也不要看我節目 因為我沒辦法做得到 那你相信這樣的人 你一定會受到傷害 我不騙你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 好 愛普在明什麼時候做 有啊 2020年 到2021年 就是一個月啊 2020年12月 到2021年12月 有沒有 12月是八賣嘛 剛好一個月做6趟 然後這邊再做一趟 7月110年的7月27 再做一趟 所以總共做了7趟 你看這邊一個月做6趟 隔了半年才做一趟 這邊7趟46% 通通放到口袋了 都完美 這愛比你最近有沒有做 來 我們再看一次 最近這一段是很慘 哇 口臉 得七一吉 這愛比你最近有沒有做 如果有這一段可以做而已 其他這個都不能做 看到 這一都不能做 只有一小段可以做而已 這愛比你這一小段有做嗎 除了剛剛講的7次以外 有沒有第8次 有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但是我也沒有做 我賺幾塊錢就跑了 為什麼 你賣壓還是很沉重 勉強做一次 一定要跑 不跑就又賠錢了 來 做在哪裡 你記得嗎 我跟你講 227要開始放空 總共空了 44比 18比 19比 再加這裡 7比 總共44比 空完之後 到了5月12號 我開始做短多 預告 5月12號我把空單全部回補 做短多 做短多的時候 就在這裡 這一段 長1191年之間 做短多 哪裡 這裡 有沒有 5月12到5月13日 9比單 各個會員剛好都做三比 普惠三比 特別三比 總統三比 特惠 愛普 賺8塊 總統愛普 賺8塊 這邊有寫 5月12買的 有沒有 5月30賣的 賺8塊不多 就這樣 所以你看 從2020年12月28 到現在 哇天啊 一年幾個月 2020年12月 到現在已經 大概一年9個月了 蔡英明做幾趟 剛剛講了7趟 連這一次都8趟 做8趟 一年8個月做8趟 很幸運 都賺錢 所以時間點沒有來 你擠有什麼用 我很喜歡做愛普 可是還沒到 你擠也沒用 你看最後一次是在這裡 有沒有 賺8塊出場 都怎麼樣 加上這個7次 這裡7次 有沒有 這裡7次 所以總共做幾趟 8趟 很幸運 每一趟都賺錢 總共多久 一年8個月 蔡英明很喜歡亂衝 亂買不會 你的錢 當作我的錢 來保護他 所以我不會亂買 時間點到了 OK的我才會買 這就是我的操作 那如果你認同 我來跟我說 不認同你去找 你每天都要賺錢 你找別人 那你不要找 我沒這個本事 要用騙的 我不會我也不敢 懂意思嗎 好不好 就這樣而已 好 非常開心 非常愉快 好不好 好 輸在不該輸的戰場 等有勝算的時候 你就沒有子彈可以用了 懂意思嗎 你亂買亂買亂買 剛剛講 愛普那一段 跌了7成 你亂買亂買亂買 你單個買點刀 你沒錢 你套在裡面 動彈不得 不然就是沒子彈了 所以不是這樣做的 操作方式就是要這樣 懂嗎 不要輸在不應該輸的戰場 有勝算的時候 你就沒兵可打 沒有子彈可以用 好的獵人 要懂得安靜的等待 我剛剛以愛普做一個例子 愛普也是IC設計的 哇 天啊 你看買錯了 你就挫賽了 7成都不見了 好不好 電子業怎麼樣 開始動了 擴廠開始動起來 為什麼動起來 我這邊 晶圓廠要蓋92座 大陸要蓋31座 你嚇死人了 你蓋完之後很簡單 去年都再也沒有晶片 你這樣蓋完 將近100座 拿來沒晶片 都公過一球 還怕沒晶片 蓋這麼多場 最後結果是什麼 大家嚇到了 景氣不好 全部都掛掉了 好不好 所以台積電當時的問題 高點沒有人跟你提醒 台積電一大堆問題 都沒有人講 張愛明什麼時候講的 3月10號 有講 這當時電視畫面 還有什麼問題 3月10號跟你講 有 庫存過多的問題 從屋下彈的問題 景氣下滑的問題 你都不相信景氣會下滑 現在你相信了吧 懂得懂嗎 所以你要看什麼節目 你要看這樣的節目 當你很熱的時候 一盆冷水 砰 就給你潑下去了 毫不客氣的 張愛明解盤會在那邊拖拖拉拉 會跟你客氣嗎 不會的 我講我該講的話 信不信那是你的事 張愛明當時講 如果你有聽進去 3月10號 你又去買台積電嗎 怎麼可能呢 投資朋友 我這樣可以講 你還去買你怎麼可能呢 台積電轉空 我講了多少次 數不清 這樣跌下去 三幾% 很多人都受重傷了 一次字子蒸發掉 5.6招 南山人壽 也是這樣中獎 連發科台積電 買16%股票 一定會買連發台積電 這樣中獎 五次的保守 比投機更可怕 這就是我今天要告訴你的 你以為你買台積電 很保守 買連發科很保守 但是轉空你不知道 五次的保守 比投機更可怕 有沒有道理 我們把時間交給停卷 好 那麼更多操作的見光 後來繼續再請張明老師 幫大家做解析 東森粉絲那一手機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 說你是東森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愛明會盡速 回答你 記得來扫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要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是免費 所以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愛明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獎點密碼 這把聲交給張愛明老師 好的 後通棲時代來 你告訴我們什麼 去年的龍井 今年不會有了 已經過去了 你不要再想了 懂意思嗎 後通棲時代很簡單來講 就是股市改朝換代 改朝換代主流會有 城巷要換掉 城市人都換掉了 懂意思嗎 操作策略一定要改變 你不用傻傻操作策略 我還存股 存個頭 到時候你就賠死 我跟你講 2000以下會成為常態量 量縮了 市場資金退潮 1500點以下 也會成為常態 你會看到14001300 不用驚訝 懂意思嗎 延續性不高 反彈的股票 很快就結束了 所以操作上 你要有不同的策略 來我們看消息 面板股寒冬到了 寒停場 友達 這不是二月份 股價高點的時候嗎 三月份的 友達 敦泰 營收向上 對不對 五年新高 面板股 資金支出 天啊 衝破900億 這麼多利兜消息 都在三月份 三月份不是 股價最高點嗎 天啊 在這裡 發一大堆利兜 股價得下來了 你為什麼會中假 詹海明就不會 因為我看得懂 這空投格局 所以我不會去買這一段 你買進去你就賠死了 好不好 許能怎麼說友達 說面板股 他都本來要養一隻豬 結果沒辦法最後變一坨牛 同意是嗎 不然要賠這麼低 要賠這麼這麼牛 太大隻了 養不完 為什麼 股本太大了 每一次建廠都花幾百億 所以受不了 懂你意思嗎 資本很大 獲利很小 所以我不買這種行業的股票 好不好 被動元件 下半年好不好 到這邊來 被動元件 哎呦 天啊 都得快五成了 那你為什麼要去買被動元件呢 張偉銘沒有跟你講被動元件轉空了嗎 那你去買它幹嘛呢 懂你意思嗎 國區 大盤線在這裡 都要大盤線一下 你買它怎麼有機會呢 建商資金鍛鍊 哎呦 那你還跟鋼鐵股還會漲嗎 鋼鐵股都已經跌三幾%了 哇 空投格局 所以你去買鋼鐵股 頭這邊 你當然就是要繳學費嘛 不就這麼簡單而已嗎 來 連電一樣 你去買連電 一樣繳學費啊 哦 空投格局 時間的關係啦 暫時講不完 好不好 韓國一樣 張偉銘去年7月就跟妳講韓國轉空了 我們會心裡看不怕 幾個看不怕 好不好 好 三個月 二九次 三個半二九次贏二七次 二七次帶著微笑出場 你看這多歡心 多鼓舞 多麼開心 令人快樂對不對 小小數位 25006999 這是我LINE的電話 你可以搜尋加入 記得留下電話 把時間交易停卷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享 提醒光片 老闆公司 所推介的分析 這個 東升粉絲那一手機 扫描QR Code 扫描免免費 加入我們的LINE 說你是東升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偉銘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扫描QR Code 用LIN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NE是免費 說你是東升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偉銘會盡速回答你